最近一段时间,大家都在讨论市场什么时候见底,当然从专业投资者的业绩来看,市场也确实应该到了底部区域,但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把转向上,确实不太好判断,只能说现在应该处于底部区域,我们看看这个市场上战斗力,最强的私募业绩情况如何。 在8月份,随着最后两家百亿私募重量投资和宝银投资的业绩由正转付,正式申告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地区38家大型股票私募基金的业绩全部进入回总区间,没有一家的收益为整,这样惨烈的现象,确实是比较少见的。 数据显示在水泉投资、上海投资、明达基产等知名资目,2018年,以来亏损幅度已经达到了20%,其他几大资目亏损程度也在15%以上。 上,股票策略的私募基金总体商排名垫底,6222只股票策略产品今年以来平均亏损幅度超过10%,大家要庆幸的认识到,这是行业的总体情况,许多小的私募公司已经关门直接清算了,今年以来清算的私募产品达到了2884指。 对于整个行业来说,今年状况非常少见的,2015年的时候,即使连续编程也没有让私募产品付出如何大的代价,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市场的低迷已经相当可怕,中小投资者就更不用去计算了。 看市场的表现也论之一二,多数人已经不在关心市场,不在聊股市,远离毒品一样远离市场。 公募基金的募集与问题重重,曾经有产品股店时间,致募集了不到3万块钱。 足以见的市场的低迷,人气的惨淡,基本面积时也多次提到了,现在的估值水平,已经是全世界股市里最低的了。 总体市场也只剩下了苹果公司的六倍多一点,从2008年开始计算,A股市场的增长情况也是全世界最后几名,而GDP的增长却是一直遥遥领先。 这种背离已经持续了十久,我们都知道市场可以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偏离基本面,但不可能一直偏离基本面,市场总会反映经济的基本情况而不会永远偏离。 迹象表现,市场已经是处于底部区域,在恐慌已经没有必要,应该更多的看到希望,而不是因为担心去卖出股票。 现在应该是布局之十二,不是撤退的时机,往往关键时刻的选择,会决定你未来的收益情况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